中国不断扩大国际势力 引发各界更加关注台湾海下安定的重要性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10日举行的新财政年度 国防预算授权听证会上 台湾在直讯期间成为焦点之一 曾提出台湾防卫法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获利 直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 若中国解放军清台 美军可不保护台湾 米利不但简单清楚回应可以做到 米利还表示若中国武力犯台 而美国政坛依台湾关系法决定回应的话 美军保证有能力保卫台湾 也有能力阻止台湾造军事入侵 本月六日曾放台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 在听证会上则质疑国防部长奥斯汀 国防部是否将中国议题当成优先考量 或者被气候变迁等其他议题干扰 今天美国多次进行联合军演 都被认为是剑制中国 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还不断拉拢盟国表态支持台海稳定 不但5月G7外长会议公报 首都纳入重视台海和平 11日在英国展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 预料会后宣言 也将首都明确提及台湾海峡安定的重要性 白宫方面稍早已经透露 拜登辞行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 陪同拜登参加G7峰会的美国国卿布林肯 11日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同话时 同样不忘要求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总统 cai ESO当对哦 青海 照与 Jean Gueric and Hong Kong copermo衔合盟友对抗中国 这张程度也连不及国卿 主任杨洁篪同话时 尽量M息